赵丽颖新剧定档和杨幂角逐 抗拒女王戏外放松低调去美发 在娱乐圈中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弦 近来 赵丽颖和杨幂两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再度成为焦点 赵丽颖主演的新剧《风吹半夏》 定档引发了热议 与杨幂主演的《谢谢你医生》竞争激烈 而赵丽颖街头低调现身美发店 休闲装扮散发出一种轻松的氛围 这些画面也成为了媒体和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期待 《风吹半夏》作为她的新剧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同时 与之同时期播出的杨幂主演的《谢谢你医生》也备受期待 两部剧的竞争使得这一时间段成为了剧迷们的热议话题 在镜头外 赵丽颖的街头造型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 她低调现身美发店 穿着黑衣休闲装扮 头发蓬松有光泽 展现出一种自然舒适的状态 这种低调而自然的形象与她在荧幕上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明星日常生活的好奇 娱乐圈的明星们工作繁忙 但也需要适时的放松与调整 赵丽颖身为一线女星 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偶尔在工作间隙中去美发店放松保养也是情有可原 她的低调举止或许是对繁忙工作状态的一种缓解 也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明星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面 这样的低调行为也成为了公众对赵丽颖喜爱的一个原因 她并非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在聚光灯下 而是能够以一种平常人的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种亲和力也赢得了大量粉丝的喜爱 明星虽然在镜头下有光鲜亮丽的形象 但在日常生活中也和普通人一样 需要放松 保养 需要拥有自己的空间和私人生活 同时 这种低调行为也成为了明星保护隐私的一种方式 在现金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 娱乐圈中的明星们难以避免公众的关注 然而 适当的低调可以让他们在繁忙工作 之余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也能够避免过多的猜测和不必要的热议 赵丽颖和杨幂作为当代女演员的代表 她们的作品和生活都备受瞩目 但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她们也需要适时地调整与放松 每一个成功背后都是付出与努力 而在繁忙的工作中 保持身心健康才能更好的面对挑战 赵丽颖的照片 连十年老粉都没见过 热血少女赵丽颖和她扮演的角色楚桥 陆珍一样 一路密集 如今 已经站在八五后小花的顶端 星光熠熠 她漂亮 可爱却低调 朴实 无论是演技还是性格都圈粉无数 从曾经的全网黑到全网粉 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善良努力的人终究不会被辜负 不过赵丽颖顶着一张肉多多的小圆脸 一直被黑粉缩诟病 认为她颜值颇有缺陷 近期 粉丝曝光了收藏的赵丽颖照片 大家纷纷认为 这分明是赵丽颖巅时期的颜值呀 这个淡黄色的光蕴打在人脸上 柔和而为美 意境十足 黑发红唇真的很衬美人 微卷中发 低眉沉思 呼之欲出的佳人 黄泉中的三七大婚之日的造型 一直为网友所称道 如今 把三七换成赵丽颖 是不是更加惊艳了 很喜欢这种格调的风格 年轻的女星也能有岁月沉淀的感觉 故事感十足 有故事的人才更美 不是吗 红与黑的巧妙切换 流光如同美人脸 模糊了脸庞 透过帘子露出的 才是惊艳 有时候最美的人需要配上最美的风景 这个构图下的赵丽颖 好像沉睡的美人 等待一个吻 流光容易惹人醉 霓虹灯下 灿烂而低迷 这就是艺术的感觉吧 侧眼也是精致的人间芭比 无惧严苛的镜头 肆意绽放美貌 眼睛充满故事 让人心醉 粉丝化的肖像 迪奥代言人赵丽颖 可有真人几分感觉 赵丽颖复出后热度不减 很多人吐槽她颜值下跌 孔南回颜值巅峰 你觉得哪个时期是她的颜值巅峰